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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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可能只有方便面呢 我们当然需要加一些马子 马子什么意思呢 就是湖北话方言里面的加一些配料 我挑了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鸡蛋 但是我已经煎了一个 我准备了一个我专门煎蛋用的小瓶锅 先开火 现在放点食用油 用油 用油热热一下锅 吃的可以 根据自己的火候 可以控制自己想要的一种口感 像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 金黄酥脆的 所以感觉时间稍微长一点 想要把它搅拌 放一个面 这面的颜色已经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我已经闻到这个蛋的香了 大概再有个15秒吧 好了 放一点点 全面的搭在这个蛋上 放一个料 反正也沾上一点油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点葱花 放到盘子里 有味道了 好了我们现在来切一些滷好的牛肉 一般来说可能要切片 但它这个黄金面有点小 所以我试着横着切试试 好了 等到面煮好了之后 放在里面一定会特别好吃 好 好了我们 第一步 当然是先把 这个泡面的塑料袋打开 相信大家都会 但是大家 这个手法不一定偶尔溜 哎呀 开个大火 先把水烧开 手手 手手已经有点饿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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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泡面其实应该还是泡的 来起来 比较方便 不过问了最佳的口感 而且我已经做了这么个铺垫了 哎 还是主观 继续等 好 好 现在呢 好烫 把这个火 把这个小火 好 感觉太小了 再烫了 滑了 差不多了 这 我比较喜欢吃 稍微带一点韧性 不喜欢吃那么烂 我也觉得煮的差不多 也蛮好gun 热 哇 哇 这个面感觉煮的很有韧性啊 差一点点 一根也不能浪费 哇哦 成了 差不多了 这个面炒成就是现在这样了 这个颜色 接下来就是热干面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调料 芝麻酱 一碗面好不好吃就在于它的芝麻酱 折一下再挤一下 可能把它挤得更干净一点 拌一拌 有点像那个泡面里面那个炸酱面 好 我们接下来把刚才的那些葱花什么的都放上 真香 我先来试吃一下 好吧 哇 好好吃啊 我发现这个面煮了之后跟正常泡的还真是不一样 它跟面就特别筋道 本身这个芝麻酱 它给的这些拌好了之后 有种那种干干的又香香的感觉 加上这个葱花提鲜的味道 还有那个牛肉 带一些皮炸 真太好吃 嗯 好了 那么本期的 热干面的Vlog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 大家还喜欢的话 请敬请期待我的下期 Vlog 谢谢 拜拜 我继续吃 大家好我是专心成 这是我自己在录的Vlog 并不是在做吃播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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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ovel ideal 我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